在这个世界上,什么苦什么难,有了智慧都不难 没有智慧,到处都是苦难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要度尽一切苦恶 你的境界才会进入色不易空,空不易色的境界 师父还说,因为有的东西会没有 没有的东西会有 这就是佛法界讲的空有空无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我修行佛法已经一年多了 念大悲咒,心经,准提神咒等 中间灵验的事情数不胜数 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这次找到工作的事例 从半年前开始念经求心仪的工作 近两个月内收到了很多面试都无果 然后,经由心灵法门工作人员指导 加念礼佛大忏悔文和小房子 结果不到一周,我就收到了录取的offer 而且,也是现阶段最合适我的工作 特别感恩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在我觉得希望渺茫的时候给了我信心 观世音菩萨真的不会妄语,有求必应 不是马上硬,但是一定会硬 我接下来一定继续努力修心 感恩师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了几年前 在马来西亚拜师后发生的好事情 他说道 尊敬的秘书处,尊敬的卢台长师傅 当我在马来西亚法会拜师后 回来就有好事情发生 我买房子贷款顺利下来 房款和手续费比我计划的省了两万元人民币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昨天适逢阿弥陀佛圣诞的日子 有师兄分享了师父对礼佛大忏悔文的最新开示 于是我放下对礼佛大忏悔文数量的执着 认真的一遍一遍念诵 念诵每一遍佛菩萨圣号都磕头 最终一共念了九遍 今天早上做梦 梦见自己很认真地洗脸 来回洗了几次 把很多脏脏的黄色脸油抹了出来 感恩拿摩观世音菩萨慈悲帮弟子消夜 感恩师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是寺庙拜佛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心灵法门 那时候不太了解没专心修 后来我因为误解也不敢修 菩萨在梦中告诉我要好好修心灵法门 过去特别喜欢吃天罗 我的脚长脚气十多年了 那个痛苦就别提了 我修心灵法门半年 四百多张小房子 脚气不要而愈 太神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台长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肆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现在人对父母亲责怪多于理解 有一个很感人的真实故事 一个女儿因为小时候爸爸离开了家庭 和另外一个爸爸的初恋情人 结婚而恨她的父亲 在她成长过程当中 她知道爸爸私下给予她很多的帮助 但是这个女儿恨意未孝 直到她自己也谈起了恋爱 她才明白爱情的滋味 对父亲有了一点理解和缓和 但表面上她坚决不让步 她的爸爸越来越老了 这个女儿因为生病住院 妈妈告诉她 是因为女儿工作压力大 而导致精神上的不适 心理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 而这时她爸爸也住到了医院 得的是肾衰竭 需要肾移植 而亲人的肾脏 是最好匹配的 当她的妈妈 问她愿意不愿意 移植一个肾脏 给她的爸爸的时候 没想到女儿答应了 但是女儿说 我不要见她 手术过后 她爸爸来看她 女儿冷冷的眼睛看向了窗外 虽然她心里再也不恨她了 但是女儿不肯低头 当这个日益老去的老人 根厌着说谢谢的时候 女儿心里几乎要哭出来 但是倔强的她 还是没有看她不轻一眼 女儿说不用谢了 就当我还你的生育之恩吧 这个女儿出院了 而且很快要结婚了 在婚前健康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 你进行过肾移植吧 女儿说是的 然后怎么对我有影响吗 医生微笑的说 没有 一个很好的肾脏 移植到你的身体 和你原来的肾脏 这个肾脏的位置 相处得非常吻合 现在完全恢复了 这一刹那 她大脑一片空白 她疯了似的 跑回去翻开 她那些吃过的药 揭开面上的包装 才突然看见 这些药的真正的功效 是抗排斥类的药物 原来是她爸爸 将自己的好的肾脏 捐给了她 一切都是为了她 这时候 她跑到父亲的医院前 跪在父亲的床前 父亲已经不省人事了 父亲死了 没有等到她再叫一声爸爸 也没有等到她的婚礼 这就是爱的力量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对人生多么的不理解 一切冤家要话吉祥啊 我们有时候不懂得别人的心啊 所以佛法倡导万事效为先 我们要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 色空不易莫执着 中观正见不迷惑 颠倒妄想由心起 破除我相勿真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